此后我隐居茅庐,专心修筑兵法 子虚辅佐公子光,登上吴国王位 公子光后世称之为吴王河吕 他上位之后拜吴子虚为大夫 子虚执掌吴国政事后 一日七次向吴王河吕举荐我 将军的兵法十三篇我看了 难怪子虚一日七次向寡人举荐 将军乃是天纵之才 大王过誉了 谢子虚兄引荐 寡人欲使吴国称霸天下 看问将军当如何作为啊 当今天下诸侯争霸 为王者若不图强则难以自保 大王虽内核沉民 外事尽国 但纵观吴国周边之事 楚国强大 亲领诸侯 吴楚战乱多年 吴国地处东南 贤祖润尸 又有江海之害 且仓岭兵库不赦 田仇不堪 大王虽心系百姓 奈何国势薄弱 故民南赴国难安 不过受楚国之苦久矣啊 将军有何良策啊 法楚星吴 法楚星吴 如何讲 攻打强楚 区分三部图之 哪三部 强无 一楚决战 二位将军可否息息向来 大王 吴国忙活 承熙帝国 储君急已破城 请大王多助成国 以求自保 神明 传我王力 听力 心力成国 得力 成国可惧八方黎民 可藏天下财货 可冒四方风雾 可存军士兵甲 苍脸良满 为复国之大药 大王 还需拾苍脸 传我王力 广机于良 一师苍脸 得力 岁有余粮 聚而屯指 可防栽荒 可为兵须 哈哈哈哈 好 好啊 等苍脸良满 乃是我吴国图强之时啊 大王 还需拾兵库 伏兵者 兵事严 兵器严 将军所言其事 广妖能功巧将 充实兵固 是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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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顿兵成功 敖兵成功 加力重建 顿兵成功 敖兵成功 加力重建 顿兵成功 敖兵成功 覆盖何在 在 覆盖听令 命令拟部将士 分座三队 轮流袭击储军边界 只要储军应战 马上撤退 有力 大王 我军坚持轮番席让 穷年累月 储军必定疲惫不堪 内强无国 外与强处 二位将军之策 申妙 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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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军攻克 楚国蜀国中午 报 我军攻战 楚之蜀国 书 报 报 我军攻克 楚地养成 报 我军大破 楚军御章 再探 有力 一处的过程 历经数年 大小数十战 无国采取主动 楚国疲惫应战 这样一来 两国在战争中的优劣地位 悄然发生转换 我们等了六年 这六年当中 吴王和吕采纳了先生的剑 仰精蓄锐 成国伶俐 苍领良满 兵库充盈 正如吴王所说的 吴国图强之时 到了 直到有一年秋天 楚国悍然出战 攻打蔡国 给楚国致命一击 事件到 报 蔡国唐国使者 求见大王 大王 唐蔡虽小 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与此前盟 可以避开 楚国重兵伐首的政典 恭喜大王 伐楚之时到了 二位将军 请随我迎接 楚国不义 汗然攻打我蔡国 蔡国向吴王求援 唐国不堪楚国欺凌 愿与吴国共抗楚国 无国愿意 国愿意 菜国 糖国 汗乌国 忽国愿意 共法楚国 共法楚国 当军听令 共法楚国 吴王和吕 轻率水陆精兵三万多人 任孙武 吴子区为奖 对抗储夺二十万大战 此战是自商周以来 规模最大 战场最广 战线最长的一次著名战役 史称博举之战 报大王 我军直插储军后防 在唐军和蔡军的引领之下 快速进军 直入大岁 直援 名恶 三官省爱 在大别小别 与储军作战 屡战屡胜 在搏局 我军迎战储军主力 大获全成 继而挥师而尽 势如破竹 五战五胜 现在我军 你直至楚国国都 迎都城下 请大王下令 攻取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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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 博举之战 一改此前战争约日定期 一战即见胜负的传统模式 连续作战 运动坚弹 出奇之胜 体现了上兵伐谋 必时积蓄的兵伐谋 博举之战已少胜多 是一次革命性的飞跃 它成为了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经过这样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无处之间近百年的战事 基本平息 军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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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亵渎楚国宗庙 不得烧毁百姓房屋 不得掠夺百姓财物 不得伤害老者 幼者 不得捉拿青年 壮年 徽强兵士 保身安置 患有伤病者 务必全力救治 成为 孙将军 孙将军 大王 看看 楚王人跑得慌张 连关竟然都留给了寡人 楚王的关 伯匹 在 你看 你仔细看看好不好看 大王 威武 大王 吴楚之战 我们吴国圣局已定 臣以为 大王应速速班师回朝 休养民生 休和诸国 以解此次给吴国带来的危险 小国吴罚大国处 这样就暴露了我们的军事实力 天下诸侯警醒 必以原楚为名 行打击吴国之时 此为一险 楚虽败 实力仍然雄厚 假以时日 必将反破 久留楚地 必遭其害 此为二险 君王在外长期不归 吴国朝内空虚 日久 必胜变故 此为三险 邻国月果 近年立兵莫马 我吴国长期对外作战 正是月果可乘之计 此为四险 由此四险 大王 还能睡得安稳吗 安稳 寡人做王十年 从未睡过一个安稳的觉 可是这楚王的长踏实在是太舒服了 寡人睡在上面安稳得很呢 大王 入颖都后 有王族子弟 侵扰百姓 肆意享乐 还望大王准许臣严加整治 将军 打了这么多年仗 大家都很辛苦 宽容几日 过几日 我一定严整军纪 军纪不能有一天松石 服战胜攻取 而不休其攻者 凶 我们打了胜仗 攻取引渡 要巩固胜利 必要严肃军禁 孙将军 不必多言了 听寡人的 还几日 还几日 长青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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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长青兄 今日 待我攻入颖都 我刚才 报了我的父兄之仇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又找谁报的仇啊 褑王啊 褚王 熊人 不是跑了吗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跑了 他是跑了 可是 他父亲楚平王雄居的墓还在 就是他杀了我的父兄 我绝了他的墓报了仇 你是昏了头了吗 你怎么会做出如此道行密室之举 我道行密室 是 楚平王雄居 他丧尽天亮 楚平王雄居 他生前有眼无珠 不被中间杀了我父兄 害我 害我四处流亡 又对我一路追杀 我 我 可忍辱负重 心怀家丑 背景离乡十年 没与父兄继日 我只能 遥隔千里祭殿 你 你 以类熄灭 我 切齿法复 历世此生 报王楚国 不配为人子 不当面向楚王报仇 不非为人 其实是 虽决楚平王雄居之目 但他 死而葬 桑有地 尚知其所 而我父亲 至今都不知赵云何处 忠臣落得如此下场 我岂能让官军 安宁 子虚 你所受的苦 我亲眼看见他 你心里面痛 我也感同身受 但是你今天所做的 一世英明 毁于一旦 是要留下千古骂名的 你就是昏了头了 你就是昏了头了 赵军 你我满尽之交啊 我以为 我以为 即使天下人人都厌弃我 非有你 子虚 不会厌弃我 子虚 去 你是君子 我被厌弃我 我被厌弃我 我不配做你兄弟 吴子虚 你我兄弟情意 就此断绝 就此断绝 断绝 我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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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亚 乌亚 攻入颖都之后 吴王和吕 因胜利变得 娇奢引逸 吴子虚 因复仇而变得 丧失礼质 战争啊 是最考验人性的 楚军败了 吴君却 并没有胜啊 吴王和吕 留在颖都 贪图享乐 此后不久 越国举兵攻武 秦国派兵远处 吴王和吕的弟弟 覆盖自立为王 先生您当时 预测到的几种危险 都应验 面对诸多变局 和吕速伴师回朝 收拾危局 那时的我 也心灰意冷 辞去将军之旨 归隐田园了 和吕速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立平均